我想看第一季的时候,就看了光纸,才一次知道,原来还有这样变态脑子的人,以某些小说中的天才上名还天才,第一次觉得自己如此孤略寡人,刷新了自己的三观,因为真伯开创了如此一个与众不同的科学类前面表示较好,毕竟当时带火的衣水的都是明星参与度高的娱乐综艺,像这种的人紧的,科学的, 学大型的节目真的难得一见,就于选手的游戏表现,第一季最强大脑,就获得了8.1D档档评分,前两季是最强大脑可归最好的时候,而到了第三季有点智力人才储备不足,健成疲态,牵上黑幕的这一生开始,可彭也随之现象,然而,到了第四季的才是最强大脑最低的一季,也许是出名收视力的压力, 第四季连龙多大出有黑幕,且即便并没有在现场公开,只看节目的我,也觉得这最大低远近,其中,最大的奥就是水哥的内外,要说此段节目, 小编记住了那些大神,可以数据流空,比如,盗林,黄峰,李威,周伟,郑财先,林建东,杨古城,张英豪,杨英豪,女神陈阮阮,星雲变高的神童孙玉庭等等,数不胜数,但是,说起最弱的选手,必须是王毅恒莫属, 在小编心里,他就是无关辩论界的最高峰,无论有之笔将对人,相上他此前的丢方战记, 及棒剧货露,并非调宣誓,相上他对他女儿的宠爱,小编继心感动从此, 请看便是那期的林森啊,他就是我心中的第一男神, 但是在此戒节目中,一连拜斗,第一次拜斗来打对人家的人工智能机器人, 小杜,第二次拜给了一个新人,林玉佩,但因为两场道局, 网友依依直说有黑幕,小杜落场,据传闻,水哥的答案是对的, 节目组为了突出小杜,让水哥将答案改了,且场面僵持了很久, 直至水哥妥协,此消息不知真假,第二场,大众更是看不惯, 因为二人对决赛是于之前晋级的项目,好早话,写比赛时, 于第一组图用时二十六秒,第二组图用时十六秒, 很明显是内心记忆好了,现场直接写答案, 而水哥则是现场观察,然后去找图, 这样明显的插播,大众是看不惯人的, 相上其他原因,林玉总总,此界大脑的道断评分, 仅为6.1,开创了开播以来的最低分, 甚至未亏零的明年科学, 是我评判的唯一标准, 在此界节目中就没出现过, 有被网友写得为有黑幕, 刚刚又不好意思说这话了, 2018年开始, 大脑更远由最强大脑之人杀的大脑, 只在寻找更连心的大脑们, 但明显的综艺感全了起来, 许多题目本身难对是否超越以往, 但就整个废致来看, 更偏重节目的可看性, 而不再是力度, 展现公众所谓之的领域了, 还选一把人, 最终多人逃泰赛, 刚手与刚手对决, 节目看点确实有了, 但是作为一个资深观众, 觉得太过综艺感了, 欠缺了科学的探索和敬畏, 而到了19年, 然后稍把大脑掉了去, 云云感更强了, 测制连续了上期的方式, 正是各地选拔了100名V这选手做出使排位, 然后分组赛进行淘汰, 但是, 找了三组队长, 黄森, 范林, 贵坤林, 实力在这里摆着, 身板队长之直, 小编好有意见, 但是还配了三个女明星是什么鬼, 好雪, 欣温, 坤彩协, 任何与圣三位成立组合, 且没足够一个复活成续, 这都什么鬼, 作为一段高智商的节目, 邀请花瓶来做评委, 也太老许了, 小编翻了下三位女明星的学历, 文凭最高的是韩雪, 上海续剧学院毕业, 新闻差不多, 毕业于浙江长门学院, 而郭凯协毕业于台北市立村山高级中学, 想真, 小编竟然对三位女明星被反感, 特别是韩雪, 小编还很喜欢, 但是, 参加娱乐综艺, 小编觉得没问题, 但是风鞋爆人设, 来大脑节目中深复重任, 实在是有些见妥, 果然, 复活全身烂梦, 甚至在第三场, 复活谁的人选上, 七英还和刀刀类争执不下, 虽然结果如律教授所选, 但七英整个表现出来的状态, 让我对他光感象象不少, 其次, 节目组的剪辑偏向太明显了, 很明显此次是为了突出高原职学霸, 长得美, 长得帅的镜头露出平凡, 还长相平平的, 就一闪玩过, 甚至都不给镜头, 就有探偶师尖颇了, 玩偶们调侃林更强大脑, 都讲究原局了, 娱乐圈看脸还不是太过正常了吗? 这句话, 带出了很多的名脉, 为了让节目有话题, 故意抢手对决, 赛致提起俊热和热化, 甚至, 网友一致怀如争争相对的画面, 是节目组故意设置的, 从节目播出最初的盛在, 大后期的黑幕争议, 大概如今的满脸的不幸, 可见, 以科学标榜著称的最强大脑, 已经不问公众所信任, 而不再信任的原因, 可能流浪已久, 早在最强大脑第二季的时候, 贾丽萍的胜出, 但贺希, 水哥的退场, 再到李温的故意退让, 都让一阵粉丝觉得是节目组想惯新鲜训练之故, 而本季水哥不在现身, 让很多老粉丝们, 感到失望, 但是作为王绿恒的粉丝粉, 虽然很支持他的决定, 但看不到他现身, 也表示以后, 虽然依照惯性, 小编还会继续追此档综艺, 但是如今的这档节目在小编看来, 和最初的节目初中相比, 已经变了性质, 神速的节目开始综艺化, 小编为此感到疯了, 但小编看来, 此档节目, 并非只是一档茶余饭后的消遣综艺, 而是承担着国人开治的一档节目, 如果这档节目受命将亡, 那么又有那档节目, 能承担起开治的重大呢?